小乖乖 想我的話要看現實同居侯八天喔 賴賴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晨 好熱烈的掌聲啊 好辣的 怎麼來了一百元啊 千萬個人有一百元吧 粉絲後援會是不是 今天我們請到梁里晨 然後我們要來快問快答 講出自己的三項優點 欸 聰明 幽默 呃 嗯 用五個字 表示 接到 頭八天這個戲當下的心情 興奮 帶疑惑 好 好下一集囉 多出一個自己沒公開過的怪癖 沒公開過的怪癖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我家小狗的口水味 而且它有點臭臭的 有點妳喜歡聞臭臭的東西 但是是因為是我的狗狗 然後聞他的我就覺得特別可愛 我覺得很像那種媽媽聞自己小孩的奶香味一樣 好喔 妳講好可愛喔這樣 十秒內 介紹自己在猴八天中飾演的角色 非常時尚美麗強勢的女人 但是呢她有私下大家不知道的另一面 然後非常的怕黑膽小欺善怕惡 然後是一個私底下傻大姐 但是外表還要故作堅強的女人 好 停 欸 好準實喔 十秒嗎 對 十秒 角色名字是什麼 剛剛的朋友有掌聲鼓勵嗎 用三個形容詞 形容李柏翔 三個形容李柏翔 呃 他忍人在現場 對 好好說話 為什麼有一個要殺人的目光 呃 幽默 調皮聰明 對 不是 幽默調皮聰明 有什麼要忍衝脆過 用撒嬌語氣對粉絲說一句話 三 二 一 小乖乖 想我的話要看現實同居和八天喔 都想見 都拍起來 看到這個啾咪嗎 剛才發現 我比招牌 好可愛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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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萊是想講很噁心是不是 真的 真的很噁心喔 眾多男神之中 誰是你的理想型 臨座 豐澤 豐澤 小豬 小萊 宇晨 小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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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理想型 他們都性格太不一樣了 沒有 我覺得 以外型來講 因為我比較高 比較成熟 所以我覺得像 林九位小豬哥 對 可能會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像瘋子就娃娃臉啊 雨秋雨晨也娃娃臉啊 然後小萊就不用講了 她是好姐妹啊 她想要跟我做 她說 正面一個皇后的寶座 所以這情戲有點神奇 對她有點神奇 對 她一直很想要那個 除掉我 但是不好意思 原本很好 同居八天 結婚 以下三人 你會如何選擇 我現在給你三個人的選項 然後你要對應到 初戀 同居八天 結婚 這三個人 然後限八天同居 對 然後結婚 沒錯 三個人是 李博翔 小萊跟小豬 初戀 初戀 初戀或想選誰 李博翔 李博翔 對 同居八天呢 同居八天跟結婚 同居八天 小萊或小豬 小萊 對 結婚小豬 因為小豬哥就是 感覺是一個已經你知道 經歷過很多事情的男人 所以她是一個 就是 是一個穩定的人 所以你跟她結婚會覺得 哇 什麼事情她都懂了 她是一個可以教導你很多的男生 可是小萊不行啊 小萊跟她結婚要幹嘛啦 蛤 為什麼 對 天黑請閉眼 你們不能嚇我喔 好 我們接下來要請你選擇 現在妳就是一個預言家 我請到三位狼人 然後妳要抿出哪一位是李博翔 不行這樣 來 我要先問妳 先把妳的手伸向李承的手那邊 在這裡 欸 這裡喔 對 第一位狼人 這是女的吧 等一下 我小心講錯話 小心 二號狼人 笑啥 欸 等一下 這比較像男生的手 可是欸 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手也偏小 最後一位 三號 請把妳的手指給已成 有嗎 欸 真的嗎 等一下選錯很尷尬喔 等一下選錯很尷尬喔 這要天亮囉 要請妳睜開眼 我不是網友罵嗎 我答錯的話 有可能 會不會網友罵我 可能製作人會先罵妳 好 該本是製作人的手指 好 天亮請睜眼 答對 太厲害了 哇 好厲害喔 欸 我算蠻厲害的吧 對啊 怎麼猜到的啊 因為我剛剛有摸 這個寬度 一般男生這邊會比較快 這次我在限時同居猴八天中 現在的角色是 以往沒有嘗試過的 非常的新鮮 可以呈現兩個不同面向的我 希望你們會喜歡 限時同居猴八天 4月10號晚上9點半開播